近日,朗普突然宣布称美国将撤出部署在叙利亚的所有美军 因为美军完成了使命,伊斯兰国已经被击败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这一决定目的并不单纯 美国撤军后,叙利亚的主要矛盾将发生在土耳其和俄叙联军之间 要知道,土耳其军和其支持的叙利亚叛军打着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旗号 正准备近期在曼比基和又发纳底河以东的叙利亚石油副产区和主要粮食产区开展军事行动 但叙利亚当局对此显然不认可 目前,叙利亚军队也在向这些地区集结 且库尔德武装也在主动向叙利亚当局示好 因此土耳双方极有可能在这些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 在美国决定撤军的消息传出后 其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盟友的以色列十分不满 认为此举是伊朗和受其支持的真主党武装的巨大胜利 美以长期以来一直在联手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扩张 双方对伊朗扩大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存在一直不满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伯尔顿还曾表示 美国不会从叙利亚撤军 除非伊朗撤离其在叙利亚的所有军力 以色列则多次跨境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但如今美国却突然撤军了 而以色列则强硬表示称,美军撤离不会妨碍以色列防御地区威胁的能力 以色列将继续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 以色列也是说到做到 就在25日晚,以军战机发射导弹袭击了叙利亚大马士格 造成续军军火库等设施被损毁 多名续军人受伤 针对乙军的袭击,续军也进行了报复 在26日凌晨也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导弹 不过都被乙军反导系统爱国者导弹拦截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突然撤军的决定显然让叙利亚局势更加复杂化了 此举在缓和美土关系的同时 给俄罗斯却带来了挑战 俄罗斯需要面对如何平衡和处理叙利亚境内和周边势力的难题 特别是不受俄罗斯控制的土耳其和以色列 如何约束伊朗在叙利亚的行为也是一个大问题 除了上述问题 俄罗斯还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美国已经给俄罗斯下了最后通牒 威胁称将给俄方60天时间 重新遵守中岛条约 及俄方销毁其装备的违约武器 否则美国将正式退出该条约 但俄罗斯毫不示弱 称一旦美国退出条约 俄罗斯必将作出回应 就在圣诞节前不久 俄罗斯还给美国送了个大礼包 公开了最新萨尔马特导弹的飞行试验计划 圣诞节刚结束 俄罗斯又公开进行了先锋 高超声速战斗部的导弹发射试验 成功击中6000公里外目标 普京亲自坐镇观看了此次发射 而这一先烈动作显然是对美国做出的姿态 告诉美国不要低估俄罗斯人的反制能力